整個一年半兩年的替代一男期間 他就是在做這幾個家教 後來他在入社會正式工作第一年 他就已經可以存到錢 在台中買了一間 他自己屬於他自己的公寓 所以真的就如同剛剛燕麗姐講的 他就可以賺到錢 去買到自己的人生地動房 OK 好 我們看第三種兼差是什麼呢 勞力智力 專業 難度越來越高了 靠專業來兼差 按鍵記仇彈性高 靠專業的話 小姑 像我有一個朋友超厲害 因為他是工程師 然後平常就是 他平常的興趣就是喜歡玩線上遊戲 所以他就是趁自己不用上班的時候 然後去跟遊戲公司接見 那他的工作很輕鬆 他只要幫那個遊戲公司 然後去玩他的遊戲 然後看好不好玩 然後再寫心得報告 就這樣一個月可以輕鬆多了兩三萬 真的超限目的 有一種職業 有一種兼差呢 它是非常特別 專業又神秘的 他叫 不會知道他們是誰 靠兼差賺錢 月入十萬 真的不是夢 對方口述 你去採訪他 那你把它整理 就寫成一本書 那這個在業界我們就俗稱為是所謂的影子作者 有一種職業 有一種兼差呢 它是非常特別 專業又神秘的 它叫秘密客 你不會知道他們是誰 你也不知道 他們絕對不會有名分 秘密客 秘密客呢 通常就是說 譬如說像有一些單位 他們要去做服務品質 或者是餐飲的一個集合 比較常見 舉例來說 像是經濟部商業司 他們可能固定會舉辦一個優良餐廳的評鑑 他們私底下就會招募一群人 來做秘密客 而這秘密客他會有要求 譬如說他們做餐廳的評鑑 他就會來找 譬如說是美食部落客 對 或者是一些對餐飲非常有研究的人 那這些人呢 他當然不能太有名到說 你一進走進餐廳他就知道說 玉琳哥又不行啊 對對對 他覺得不能有名 然後呢 他也不能太美 太帥 我不行啊 會贏 你也不行啊 我整個贏 燕麗也不行 燕麗也不行 燕麗也不行啊 燕麗也不行啊 因為太美 太帥呢 人家就會有給你特別的服務 菜會給你好一點 多一點 那就會超出他們去鑑定服務品質 然後呢 所以他們就會去 秘密的去籌備這個小組 同時他會告訴你 我們這次評鑑的標準 譬如說 他必須要訂出統一的標準 我不能說這個服務品質很好 是多好 所以他必須要講 如果他拿東西給你的時候 是兩手地上 這叫非常好 他如果一手就不怎麼樣 就不算好 所以他是有分數等級的 所以他用這樣子統一去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的評分標準是怎麼樣 那所以其實包括像 有一些連鎖的公司 譬如說他總部就會派 像這樣的秘密客 去各個單位去查 譬如說我們今天這幾家店 他們的飲料是多少錢 然後他最後他遞給你的過程 還有他飲料的品質 每一家一不一樣 那像這樣的公司 他們一定是要兼拆的 這樣的工作一定要兼拆 是因為通常人很難保守秘密 人家會問你說你什麼工作的 你可能這個月可以不講 但你講久 人家就說你到底做什麼的 所以他很怕你講出去 你這樣子就失去你的真實的程度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去做秘密客 然後他就是要負責去餐廳 去假裝說他肚子痛 他吃了這個東西不舒服 肚子痛 然後就要看一看 他被設定成這種角色 對啊 看那個餐廳的危機處理怎麼樣 然後一直這樣 好會喔 你怎麼一下身材 你也這樣看 那台飯怎麼演 你也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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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過癮鬼啊 你那個是拱中毒啊 你那個是狂犬病啊 這可能是狂犬病啊 我這還不好演耶 你朋友 對 然後他就要說我肚子痛 那怎麼辦 你們要不要 要不要把我送醫院 看來怎麼樣 但是因為餐廳都會怕把事情鬧大 那老闆就緊張 後來呢 就把他帶到後面的小房間 他們辦公室 拿了一瓶 裡面黑黑黑的藥丸 還不是蒸入丸 因為那個牌子不對 不是有名的牌子 他說 我跟你講餐費剛剛都不用命 我另外給你五千塊 這個藥你吃下去 但問題是他明明不痛 也沒怎麼樣 那他現在拿了一堆藥 證據說會變蜜 對 然後拿了一堆這樣的藥 叫他吃 他想說那我要吃不吃 但是戲不能演一半 一定要 因為會穿幫 穿也穿也下去 對 所以他只好 在地上打滾 他拿藥就 算了算了不痛 算了算了 不過他最後只好把戲演完 就是把藥吃了 趕快奪門而出說他好了 不好演 對 那重點是說 他像他們這樣 有些是接CAS的 大概幾百塊到幾千塊不等 但重點是 他們這些餐費呢 是可以和銷的 然後他們就是賺這些 吃和玩樂的一個樂趣 好爽 其實還滿好的間餐 不過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說 大家都不要忽略到 你在本業上面的專業的能力 其實一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台就是某家電視台的氣質 就跟我們現在正在現場的小美 一樣的氣質的角色 平常就寫寫腳本啊 敲敲來賓啊 那因為他文筆很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現在還是非常有名的 一位資深媒體人 因為他這三四年非常非常的紅 包括他代言的產品啊 包括他去上購物台什麼 產品都大滿 那因為他很紅嘛 所以就有出版社邀請 這位資深媒體人來寫書 但問題是因為 第一個他很忙 然後第二個他也覺得 他有點年紀了 他沒有辦法在 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完成一本書 那我出版社呢 就想到了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電視台的氣質 就打電話問他說 你有沒有興趣來幫忙寫一本書 那就是說 對方口述你去採訪他 那你幫他整理 就寫成一本書 那這個在業界我們就俗稱為是 所謂的影子作家 那因為這個電視台的氣質 他之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沒有做過類似的工作 可是因為時間真的很趕 然後他平常文筆又不錯 那再加上呢 聽起來那個收入真的很不錯 他說你只要完成這樣的一本書的話 我們一次就給你十萬塊 聽到十萬塊 十萬很多耶 他寫腳本不知道寫幾百集 也許才會有十萬塊 總之啦 後來他接受了這個工作 那因為真的我剛剛講時間真的很趕 他就利用六日還有平常下班之後 就去跟這位資深媒體人去聊天 然後對方講什麼 他就很快做一些整理 結果不到兩個月 他就把這本書寫完了 三百多頁 然後兩個月不到耶 賺十萬塊錢 比他的月薪還要 因為他一個月薪水才四萬多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告訴大家 你永遠不要小看你在本頁上面的 專業的能力 真的 OK 好 所以你看越來越專精到專業 我們看第四種兼差是 創業當老闆 靠創業兼差開出自己一片天 對 這要下很大的拳擊 對啊 其實有時候大家覺得說 第一個這個本好像要很重 第二個要很厲害的人 才能夠創業 其實我這邊的一個例子 一個故事 就告訴大家 其實剛剛相反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當老闆 那個是一個幫我打掃的阿上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他的家境也比較不好 而且又要自己一個人單親媽媽 要養兩個兒子 所以其實負擔很重 他一個禮拜沒有休息過 禮拜一到禮拜日每天都來打掃 但是他只能分上午時段跟下午時段 然後一個一千五 所以一整個禮拜下來 大概一天三千塊 不眠不休 沒有任何的休息 也只能一個禮拜賺兩萬塊 然後大概四個禮拜的話 勉強可以賺到八萬塊 可是問題是第一個兩個兒子都要念書 然後第二個他又是單親媽媽 其實那個壓力還是很沉重 錢還是不夠用 但是有一次那個時候 他剛好打掃完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想說 Paul你最近要搬家說 對啊 那阿姨那 因為我時間太忙 我沒有辦法說 幫我自己的東西很多打包 我衣服什麼東西都太多 那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也信得過你 那你可以幫我打包 然後幫我把所有的東西 打包成一個紙箱一個紙箱 然後讓那個搬家公司來搬走 然後搬到以後 你再幫我onpack 再幫我全部把東西 比如說衣服 歸回那個衣物櫃 然後鞋子歸回鞋櫃這樣 全部就無痛接軌這樣子 無痛接軌 我給你一萬多塊 他說好啊 因為那個打包可能 他以他這種專業程度 這種媽媽那種專業程度 其實很快 半天就好了 而且本來有1500的 現在可以變到一萬多塊 而且搞不好還會 有一些什麼後面剩下來 比如說洗衣機我不要了 或什麼我不要 我就會拿給他 後來他幫我搬完以後 他自己想說 為什麼不能靠這個來做一個專業 因為打掃的人太多了 隨時可以被換掉 然後第三個再怎麼樣做 我一個人做再怎樣 一天一週也是七天 我最多最多撐到緊繃了 也就是八萬塊 我不可能再賺更多的錢了 然後體力也沒辦法負荷 他想那我不然 靠這個來專業做打包 他就自己去開了一家 叫沈媽媽 我只是舉個例子 比如說沈媽媽專業的偶裝工 為什麼不叫廢泰 也可以廢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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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 然後從他以前的一些 那些打掃的一些客人開始 然後真的 他的這個所謂的 打包專業都很專業 他連那個箱子 中間都會有一個 如果是衣服大衣的 他有一個桿子 你衣服可以直接掛上去 不是說你在那邊折著 這樣亂七八糟 我幫你包得好 最重要的是 他是打包跟unpack 就是幫你解封包也幫你解 因為一般只有幫你打包 去你還要慢慢那邊弄到死 還要弄一個月 他是包好以後到家 然後又幫你全部歸位 所以這個職業的大受歡迎 現在旗下的職業的大受歡迎 現在旗下的員工有二三十個人 我問問他 一年一二一千多萬 所以就算你那時候 你那時候沒有想像 一個單親媽媽可以靠創業 然後靠自己的專業 開裝出自己的一片店 我弟弟龐德就是一個名字 他那是東吳政治系畢業的 他一直喜歡車子 所以他一進來 還考進我們這台當記者 他本來也在工作 可是因為一直喜歡車子 本來是工作之餘閒暇 幫人家看車 選車 修車 現在變他的專家大業 其實有很多像這樣子的奸猜 他就是為他的創業醞釀的 我之前認識一個空姐 他空姐就覺得說 哇 這行業真的很好 也不缺錢 可是他當時因為在加入的時候 常常聽到有些空難 或者是說他也知道這個職業 他到最後會覺得身體 沒有辦法負荷 所以他一直在醞釀 他知道自己未來要當老闆 結果他對什麼有興趣 他對改裝車有興趣 跟龐德是同一款的 而且他是一個空姐 去做改裝車 他改裝什麼車呢 他去改裝T1 就是那種 麵包車 對 麵包車 然後他內部跟外部都可以改裝 這車雖然它很遠近 但是 對 他現在就是內部改裝 通常會有走不一樣的卡通風 譬如說Hello Kitty風 或者是說他們會裝飾一些特殊主題 海洋風 然後裡面呢 他所有的東西呢 他都去日本去學師 再回來 然後在台灣 很多零件都是進口的 所以他在 當時 還在做這樣醞釀的時候 他白天或前一天 他可能是Coffee Tea or Me 沒錯 但是呢 隔天 隔天是機油柴油 跟五千汽油 每天 沒有押韻耶 對 但是一樣有選擇 對 但重點是 他每天這樣子的生活 是完全不一樣 白天是光天亮麗的 然後平常 他自己私底下的休閒時間 他就是搞得自己像黑手一樣 但是他後來就成功的轉業了 所以現在其實 大家常常在MV節目上面 或者是說有一些綜藝節目上面 或者是在外面看到很多那種 咖啡車的那種創業的那種 在行動咖啡館 也都是他們在做改裝的車 就很受到少女 或者是一些創業者的歡迎 所以他現在的月薪 是以前的1.5倍 哇 對 其實我這邊有一個 跟旭蘭剛剛講的 故事很類似的一個例子 因為現在年輕人 不是很喜歡做網拍嗎 但是大部分的年輕人的網拍 其實收錄都 一般般 但是網拍界 有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故事 這個品牌 其實到現在還是滿成功的 那他的負責人 以前是一個物理治療師 然後學經歷什麼都很好 那他的收入 那個時候當年的收入 他至少也五六萬塊以上 然後那個時候 是因為他老婆懷孕了 然後他老婆懷孕 就是有一些害喜的症狀 他不希望他老婆太辛苦 所以他就跟他老婆說 那你平常很喜歡那個上網 然後你對你女裝 對服飾業也有興趣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網拍 你就不用每天就是上班 這麼辛苦 你就在家經營一些網拍 那等到那個孩子生下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就是有一些工作可以做 不會太無聊 結果後來他們開始經營網拍的時候 那因為老公也有一起投入 而且這對夫妻其實 我覺得他們還真的是很有特色很聰明 他們跟別的網拍業者不一樣 別的網拍業者 可能會找一些美女小模 來當做model對不對 他們就覺得不要 因為如果你找model或美女來當model的話 消費者一看 就會看這個男的帥不帥 看這個女的美不美 根本不會去很認真很仔細看 你的衣服的質感到底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去找一般的素人來拍 而且他不是在那個室內拍 他是拍街景 就是拍一般的素人 在這個街 就街頭上面穿衣服走動的一個樣子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真實感 然後這個業績 就因此是扶直腰而上 然後到最後